后疫情时期 政府是否要再发振兴券来刺激消费呢 现在引起话题了 主要是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在脸书上透露 农历年前要再发十倍券 民众全民将会收到一万余的红包 此话一出之后 立刻引起热烈讨论 而行政院方面回应了 相关意见跟建议政府都会注意 也听到了 但内阁改组关键时刻 预计在明年一月份 立法院的会期结束之后 加上中央根本没有编预算啊 所以国法会表示说 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 媒体人周玉寇脸书再放消息 说农历年前全民收红包 发放十倍券 没人可领一万元 消费券是应该来刺激一下警惕 那个国家的财政不就会更加的困难吗 财政负担 我觉得少一点其他的支出吧 用在对的地方上 要不要再发觉民众看法很理性 虽然周玉寇随后改口说 只是建言并非政策定案 但看看2020年疫情造成景气不稳 政府发放三倍券 2021年因应三级警戒经济冲击 再发五倍券 如今周玉寇喊出发十倍券 刺激经济国法会随后澄清说 目前没这个规划 行政院也书面回应 发言人罗秉承表示各界对于此类议题都有许多意见或建议 政府部门都会予以注意 但看看这个时间点发十倍券似乎不太恰当 面临又有一个嘉义士的选举跟一个立委的补选 那你这样子在这种时机上面宣布说 我要再发这个十倍券 或是发现金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面会给人家质疑说 是不是有点买票 农历年前不管发几倍券 碰上执政党选举大败 内阁改组关键时间点 预计落在明年一月立法院会期结束后 加上中央根本没编列预算 此时发放十倍券 确实有难度 如果你过完整个会期以后 再用临时的贴补的方式 或是临时的特别预算案来做补助的话 那大家质疑更大了 选举期间发证新券 难免被解读政治考量 疫情已经快到终点 陆续解封 与其喊着发券 不如关注如何振兴产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